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林传媒董事长施威权 施东好 大家好 台大政治系教授佐征东教授 大家好 还有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 郑继闻 金文兄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受邀到美国 去进行国事访问 而这一趟去呢 美国总统拜登呢 用超高的规格来接待他 也看到了美印两国的关系 是不是因为这次的国事访问 而变得好了一点呢 你可以看到是美国跟印度呢 双方都宣布对方是世界上 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而且呢 这个两国的领袖峰会呢 也对于一些重大的合作案达成共识 美印国防的军事重大合作 包括了共同来生产 次世代的战机引擎 也就是G1的F414的这个引擎 它的推力高达了这个2.2万磅 美国F18 还有包括EA18G 咆哮者电战机 以及南韩的KF21 猎鹰战机呢 都是使用这款引擎 除了一起来生产 次世代的引擎之外呢 还包括了无人机的采购 印度将会向美国采购30架 MQ-9死神的这个攻击无人机 或者是MQ-9B啊 海上卫士侦察无人机 其他的合作呢 还包括了半导体投资 太空任务 人工智能 还有呢量子计算 以及关键的矿产 安全等相关的合作 大家也看到是 这次莫迪去美国访问 是不是他们的不结盟的政策 因此松动 现在备受关注 因为他在访问美国之前呢 就对中国放话 说我们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要捍卫自己的主权跟尊严 印度这边有个基本资料 他目前在全球的军事实力 是排行第四 人口总数是全球第一 已经超越了中国大陆 而在2030年 预估将会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我们先从经济跟地缘战略上来看 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的需要印度 周老师 其实我们可以从经济跟地缘战略 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经济上来讲 美国现在推动的叫做去风险化 那么去风险化就要把原来 在中国大陆集中的这些生产链 要有一部分要移出中国大陆 那这个部分当然 有一些潜在的候选国 包括越南 包括印尼 东南亚某些国家 但是印度肯定是重中之重 因为印度的人口红利 因为印度它原本的这种基础设施 工业基础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印度的这个庞大的这种科技人才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高科技产业 要寻找新的投资标的 那么如果美国政府 进一步要去限制高科技产业 向中国大陆投资 那么印度就是它的一个替代的选项 那特别是如果印度能够承接 苹果的这个生产链 那么能够取代 或者是最起码跟中国大陆相抗衡 在所谓半导体的需求上 那么就可以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把他们一部分的投资转向印度 这也就缓解他们对于拜登 限制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 这个阻力 那第三个就是说 其实在地缘政治上来讲 大家当然可以想象到 美国需要印度去牵制中国大陆 那这个部分当然包括陆地上的 包括海洋上的 这两个印度都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像刚才主持人介绍到的 这个军工产业 其实这个是既有安全也有经济 一方面是可以提升印度的防卫能力 另外一方面 它也可以去满足美国军工产业的一个 实际上的这种企业发展的需要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看 印度都可以扮演这些 非常多的这个功能 那当然我觉得进一步来讲 就是说美国现在跟印度的这种结盟 其实跟过去的 所谓冷战时候的围堵 稍有不同 那为什么说稍有不同呢 因为过去冷战时候的围堵 其实它是大家在经济上都不往来的 那同时呢 它是严格的限制 它的这种所谓的结盟的选项 但现在很多国家 不会接受这种安排 所以美国也不打算用这样子的安排 去限制它的盟友 相反的 因为在欧巴马时代 它就认识到一点 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外交资产 就是它的盟友 所以它希望运用中国崛起 所带来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风险 去强化其他国家跟它的结盟 至于说是不是一定要围堵中国 我觉得这完全看情势发展 前一阵子 林肯也不是说 美国不要求这个其他国家战队 那当然他也知道说 现在要求战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提到印度 其实美国政府在2005年 曾经拒发签证给现在的印度总理莫迪 当时是因为2003年 我特别查 2002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莫迪担任地方行政首长 然后因为宗教的流血冲突 所以就被美国拒发签证 一直到2014年 莫迪赢得了印度总理的大选 当时执政的欧巴马政府 才收回了拒签的决定 后来曾经有多次莫迪都到美国访问 但这一次却看到是首度 以非常高的 这个外交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来出访 但是印度会不会真的 如美国的所愿 就是加入他们的战队呢 当然印度 我们知道他向来就是不结盟的政策 所以这一次到美国去进行国事访问 大家想 他这个政策是不是有松动 怎么观察 我觉得松动基本上没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 我觉得印度在拿捏他对美国的关系 以及中国的关系 至少在经济方面 他的态度非常明确 在加入IPEF的时候 印度政府就表态 他不是因为为了协助美国围堵中国而加入IPEF 尽管IPEF里面 特别在科技或者所谓的产业链这个项目上面 围堵中国的味道非常的浓厚 那接下来呢 比如说IPEF一直推进到去年 去年是印度当主席组织了协商 IPEF的四个支柱 印度的立场非常明确 在供应链基础设施 环境变迁 还有税收和反贪腐 这三个支柱上面印度是参与 可是在贸易这一项印度是抵制的 比如说IPEF 他只参加四分之三 那到这个印度一开始 他就表现出这样的立场 如果美国的商务部以及财政部 对于市场准入以及关税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面不谈的话 印度并不会完全支持 后来IPEF推进了一阵子 印度就很明确表态 那我只参加四分之三 一直到去年定案 到现在也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一开始就表明不是为了围堵中国 而参加IPEF的同时 印度也很明确的 在参加美国所构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战略的平台的时候 他还是要以自己的考量为考量 印度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微妙 美国也未必都握有相当的筹码 美国和中国轮替的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有时候是美国或有时候是印度 但是这几年连续的对中贸易印度都是逆差 对美贸易基本上都是顺差 这也是印度它这个经济体它微妙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式 你说它能有怎样的一个战略选择 它一定是从自己的市场以及外贸来考量 它跟这两国的关系 所以它当然不可能完全作为美国的一个歧视 所以从中美两大国呢 就是都能够各自的获取利益 而且对于莫迪来讲的话 现在当然以印度为优先嘛 就是怎么样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壮大印度 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两天也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印度的联航公司Indigo向Komba 是下定了500架的载体客机 也创下民航史上呢 这个金额最大的一笔商业喷射客机订单 如果你跟美国关系好的话应该是去买波音啊 怎么会去买空吧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印度它在这个商业 不管是商业或者说军事合作方面 它还是优先考量就是它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说到这个军事的合作 美印两国的战略合作 过去呢一向是被认为说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上的意义 但是新的军事合作 那么尤其呢在印度方面刚才也听到 就是要特别来联合制造次世代战机的引擎 这个对于印度军事跟国防技术上的提升 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帮助呢 这个联合研制发动机 特别是先进的F414 这个对印度国产战机计划来讲 我认为它会让它整个发展更为顺利 特别我们非常清楚 印度目前自制的这个所谓的光辉轻型战机 它用的就是F414的前身 就是F404型发动机 过去来 其实让整个光辉战机 在整个动力这个部分充分满足它的需要 那我们知道光辉事实上还在进一步的改进 因此这种推力更大的F414 未来出来以后不只可以让光辉 它未来的升级 比如说升级为可能载弹量更大 这个航程更远 这种多任务这个战机性能更好 另外印度也有意要发展它新一代 所以第五代战机 有了这样动力系统 会让印度未来在整个国产战机的发展这个部分 那推进的更为顺利 但总体来讲我必须说 美印之间在军事科技这个合作 其实过去十年 其实都发展得非常的好 包括印度的像C-17 战略运输机 C-1113栋等等 都大量向美国采购 甚至P-8 这种最先进的喷射式的反潜飞机 印度也是重要使用国家 我认为美印之间在军事科技加强它的合作 对于印度的整个军事现代化来讲 美国可以说可以提供它很大很大的帮助 让它整个国防产业特别先进技术需求这个部分 能够获得更先进的技术 让这些印度国产的武器装备 它的性能等级达到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水准 印度我们知道说它的将近一半的军备 其实过去以来都是仰赖俄罗斯 包括像它的坦克 还有喷射式的战斗机 S-400防空系统 以及相关的一些弹药 所以这次看到美国加强跟印度之间的 包括在国防跟军事上的合作 除了当然是希望透过印度来牵制中国之外 当然也是趁机拉拢印度 减少印度对于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的这样的依赖 还有就是说反而是不是增加 从美制武器这边 不管采购也好 或是说合作也好的可能 美方背后的盘算 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什么 其实这个盘算很多 首先在这个军事科技的转移和合作武器 或者买武器这个部分 可以让美国军火商在印度的利益最大化 特别是随着俄罗斯这个国力 还有影响力日益衰减 美国适时的填补俄罗斯在印度的影响力 那可以看到最明显就是军售这个大蛋糕 和军事科技这个大蛋糕 美国厂商可以占很大的一块 至少份额会水涨船高 那另外我们都知道 军事科技的合作带来的是政治的影响力 因此双方在军事上深度的合作 那美国对印度的整个政治影响力更大 特别是这几年我们发现 印度这个是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之一 而且美印再加上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 那每年的马拉巴尔演习 其实它的规模越搞越大 而且不只在印度洋举行 这几年还在东海菲律宾海 甚至未来也可能在南海举行 这样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牵制 它的味道就很大了 因此美国最大的盘算 我认为与其说商业力更大 还不如说是地缘政治上的考虑 特别印度未来如果 更大程度的导向美国它的阵营 那美国对中的牵制来讲 无疑在南亚获得很大的一块注意 尤其是印度它的地缘这个位置 不只可以在印度洋牵制 这个中国大陆的所谓 麻六甲困境 即使它绕到从巴基斯坦这个方向过来 或者从缅甸这边到中国大陆 那印度它这一块也有很好的影响和辐射的能力 因此印度变成美国对中要进行制约 进行牵制很大的一张王牌 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 美方的这个盘算讲说是一石多鸟 不过当然也要注意到就是印度也不是好惹的 就是印度也很聪明的 双方可以说是高来高去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看到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在欧洲访问 先是访问了德国跟肖子见面 后来在结束了访德行程之后 又到了法国跟马克宏见面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法国当地的时间 六月二十二号下午就特别在建完李强之后表示说 法方高度的重视法中关系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而且愿意同中方通过法中战略对话 还有经济财经对话 人文交流来深化 包括航空航天 核能农食等相关领域的合作 而且法国跟中国 应该要坚持有效的多边主义 你可以看到在双方的会面 还有对话当中 马克宏还特别就提到了 很愉快地就回忆说 在四月份就在前两个月 那么他到中国的成功访问 也请李强带他转达 向习近平的诚挚问候 还有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马克宏大家关注的是 他第二个就是五年的任期 他会想办法行诉一个 什么样的法中关系 苏老师 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马克宏 他的一个外交政策 基本上来讲 就是沿袭这个戴高瑞的路线 那所以展现了跟整个欧盟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向 那欧盟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 基本上可以用三个概念 就是他的整体的外交政策 三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要打败俄罗斯 第二个要留住美国 第三个要让 要远离中国大陆 Russian down US in China out 那么这样子一个概念 其实在冯德莱安上次访论中国大陆的时候 其实也传递了这样子的讯息 那马克宏所采取的一个外交政策 整体来说 就是第一个 法国要在欧洲当老大 第二个 他希望跟美国保持距离 第三个 他希望自由地游动于不同的强权之间 所以也包括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思维底下 特别是突出法国的角色 以及保持在不同强权之间的这个自由行动范围 就使得他在看待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在政治上会游走于美中之间 你看其实他对俄罗斯的态度也是一样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以后 其实马克宏跟这个习近平 对于俄乌战争 其实他们两个的共同点 可能比美国还要多 我看到最近的一些发言 不管是说在外交上 或是说最近在国防上 特别强调就是说欧洲 甚至是法国方面 应该是更多的自主性 的确是 这其实就是所谓典型的戴高乐路线 强化法国的权力 强化法国的军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自由地游走于所谓强权之间 那么在俄乌战争 就是给法国一个外交战场上 出击的一个机会 而习近平在这点上 我认为他们两个有共同点 那进一步来说 其实在经济上 我们也看到他跟欧洲 或者跟美国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欧洲最近有一些人 在谈所谓的去风险 本来美国是想断 就是这个脱钩 那欧洲就是说是去风险 那马克宏他既不脱钩 他也不去风险 他是跟中国大陆去谈 让法国的企业 能够打入中国市场 运用国家的力量 去为法国企业开拓市场 这个也是他跟欧洲国家 现在一个主流思想 很大不同的地方 最近看到马克宏 才刚刚摆平了 他们国内的退休金争议 用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 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步过了一个政治危机 不像刚刚左老师所说的 现在马克宏当然也要想的是 法国怎么样跟德国去争 所谓的欧洲的老大 好说到了德国呢 李强呢其实在访问法国之前 其实是先到了德国 但是前脚才离开德国 就可以立刻感受到 德国总理肖兹 他仍然是希望 行诉一个对中比较偏强异的立场 那我们来看 那肖兹他特别提到说呢 不要动用武力达成领土的改变 特别是针对台湾 但是呢 这不是在李强跟他见面的时候讲的 而是在李强离开以后 他才提到了台湾跟台海相关的议题 那他也说 我们坚定反对所有以武力或威吓 片面改变东海或南海现状的企图 对台湾尤其是如此 也关切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 还有法治情况 在21号 就是在谈到台湾问题之前的一天 那么他跟李强见面 他特别点到说 德国致力拓展与亚洲 还有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 而且德国不会走逆全球化的道路 将会继续的加强和中国方面的合作 可是你看到 等到李强走了之后 他就提到了台海 在22号就提到了台湾议题 也感觉到他的对中的立场是转趋强硬 BBC就分析说 随着中美紧张关系不断的升温 北京能不能够根本性的修好 跟欧洲的关系 现在当然是令人怀疑的 好 那么肖姿的对中路线 当然无疑的会被拿来跟前任的 就是梅克尔做比较 再加上他现在这个红绿灯的内阁 其实也很有压力 到目前为止 施东怎么看 肖姿在处理对中 德国特别对中立场的表现 很难把他跟梅克尔做比较 因为梅克尔当总理前后16年 而且他在当总理的期间让德国成为实质的欧盟的领袖 特别是英国脱欧风潮之后 非常的明显 德国就是老大哥 大家想想看这16年 基本上整个世界经历过了怎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浪潮 从WTO开始 然后WTO发现多边走不进去了 开始走负边 连负边也走不太下去了 开始流行世界各国 前双边的FTA 从双边的FTA 到变成是多边的FTA 像RCEP RCPTPP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路走过来 事实上都是梅克尔在带领的 整个欧洲国家在探索 他们如何跟美国打交道 肖姿 他基本上是原先还蛮一致的 因为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发言 所以今天他特别强调了说 对于中共的人权议题 怎样怎样 他有表示声音 我觉得 基本上他言行相对的比较一致 比如说比起美国的政治人物 像拜登或者是川普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东西 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谨慎跟务实的 谨慎 我们都一直以为说台海问题 全世界都在关注 然后中国问题 是整个世界议题里面的重重置重 但是从欧盟国家里面 比较关键还是大西洋问题 跟欧陆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 我们看看他对乌克兰的发言 他去年年底他就讲得很清楚 他对媒体记者讲的 不会全力支持乌克兰 会有限度跟谨慎的支持乌克兰 他也不赞同美国的经济制裁手段 因为他不赞同说 很急速的推出高压的急剧的一个手段 而他比较是一个期待 他比较期待一个长期的一个消耗战 来托卡俄罗斯 会不会达到这很难讲 那基本上这是他的一个战略想法 所以这是德国对美国的一个态度 那美国对德国也有相对的 有一些的一个不满意 所以在务实的底下 德国走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对中跟对美的道路 跟美国的立场相当的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听起来 其实萧姿跟马克宏比较起来 马克宏感觉好像比较有技巧一些 但不管如何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现在不管是法国 德国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印度 大家都在玩两手策略 那所以看到马克宏呢 其实他也宣布 未来七年的军事预算 将会提高到4000亿欧元的新高 同时呢 法国计划要大幅削减在非洲的军事部署 然后把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射投注 转而关心这个在印太地区这边的实力 德国也是 德国的国防部长也表示说呢 德国在2024年将会派出两艘军舰前往印太地区 欧盟现在看到 其实不管是德或是法 他们其实不需要透过欧盟 就可以展现出在军事上的自主权 所以基本兄怎么看 其实俄乌战争 这次这个战争对德法两国在国防安全政策来讲影响很大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国家都增加国防预算 加速他军队的现代化和装备的太旧唤新 那另外针对全世界范围的这些安全议题 他必须要做好一个超前部署 那事实上从俄乌战争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整个危机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酝酿很多年 但这个各国都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办法缓解这个危机 让他危机一步一步加深甚至最后发生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很多国家 虽然这个是主要是美国呼应 但各国也注意到台海或者朝鲜半岛这个议题 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方法 进行一个危机的管控 当然如何针对印太地区 这个德法两国未来如何涉足 我认为他的方向就很明确 特别是这几年两国都频频派军舰到印太地区 参加这个多边或双边一些联合操演 小规模的操演 特别我们注意到 这个法国每年都会派像这个花月级 这种3000吨级的警戒巡防舰 到印太地区进行跨国的一个巡防 之前有到中国大陆上海 也有到日本横须鹤 或者韩国的釜山 甚至新加坡等等 这等于一个巡回它年度的一个演习 当然在这个防岗的过程 它会与相关国家进行一个联合操演 我认为它这样的一个做法还会延续 至于德国呢 德国这几年也有派巡防舰到整个亚太地区 事实上去年不止有巡防舰 德国还派出一个特别的空中编队 包括加油机还有台风战机 到澳大利亚进行联合军演 而且后来还特别飞到日本 当时曾经德国飞机 日本智慧队飞机联合以富士山为背景 进行一个空中编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让大家当时有联想到 二战的轴心骨是不是又回来 给予大家这样的印象 但总体来讲两个国家会派遣 包括军舰飞机到亚太地区 那参加一些联合操演 或者事实展现一下 对于区域一些安全问题的关注 我认为这个部分 它的着力会越来越深 所以现在大家的关注是德法 把他们的军舰或者是军机 投注在印太地区 接下来会不会跟英国日本澳洲行程 就像您提到联合操演 也就是让人联想到先前传出 在亚洲的小北约 会不会慢慢行诉出来 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会持续的来一起关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环运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环运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